台军发现解放军在福建央海稳步增加远程火箭炮的部署 其打击效能是亮点 这两天关注解放军在福建央海部署的远程火箭炮的台湾防务部队 又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解放军在福建泉州新建了多处机动火箭炮的驻防营区 许多工程都是从2022年9月中旬开始动工的 2023年基本完工 其中的一个营区距离金门县仅仅15公里 台湾媒体认为解放军在这处营区部署的远程火箭炮 可以沿G-228公路快速机动的部署到沿海周边地区 某些地区距离台湾中部的距离大约只有190公里 远程火箭炮的部署很难逃过卫星的观察 这没什么好说的 这件事的关键之处在于 解放军陆军正在稳步增加对台远程火箭炮的部署 证明远火在对台军事斗争准备工作中的地位持续提升 军迷朋友都知道 中国大陆的远程火箭炮技术一直保持世界第一 而且指标先进的远程火箭炮往往优先出口到国外 直到最近几年 解放军的沿海部队才开始列装191型箱式火箭炮 并且在佩洛基串访事件后 在台海演习中公开亮相 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从此将解放军炮兵远火部队的相关动态情资 纳入其通报范围 解放军陆军提弹军装备的远火 之所以对台军造成严重刺激 关键就是其打击效能突破了过往战术弹道导弹的限制 过去解放军对台远程打击的核心就是东风15东风16等战术导弹 虽然爆弹威力非常大 但是装备数量有限 不大可能用来打击一些低价值的战术目标 而且东风导弹只配备于火箭军 而191型相视远火进入陆军之后 等于让解放军的陆军在对台火力打击前期就可以参与行动 而且他们还可以代替战术弹道导弹执行很多任务 比如东风导弹只需要打击那些被严密保护的目标和位于地下的坚固目标 相比于东风导弹 191型相视火箭炮有几大优点 其一是火力覆盖力度大 弹道导弹一次打十多枚就算多的 而远程火箭炮一打就是几十枚 甚至是几百枚 当他们用于打击面目标时 其火力打击的范围要大得多 第二远程火箭弹很难被拦截 从理论上讲 远程火箭炮是可以被防空导弹拦截的 但实际上被拦截的比例非常小 现在的乌克兰战场也证明了这一点 远火的飞行弹道多变 雷达反射减面积小 飞行速度又比较快 留给对手的反应时间非常短 因此拦截成功率极低 而且拦截的成本又很高 第三远程火箭炮的发射成本低 一枚爱国者拦截弹的成本超过了200万美元 而一发远火的成本不超过10万美元 这可是20倍以上的差距 第四功能多 远程火箭炮现在不只是能够打击灭目标 还能精确打击点目标 甚至是同时打击几十个点目标 除此之外 他们还能够打击军舰这样的大型移动目标 191箱式远火还装备有自己的弹道导弹 他们同样可以打击兼顾目标 网上有个梗 说中国的远火除了不能防空 似乎正在变得无所不能 央视之前公开的画面显示 在无人机的配合下 191箱式火箭炮能够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覆盖 第五部署的规模大 在乌克兰战场上乌军只配备了14套海马斯火箭炮 就给俄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而解放军部署援火发射车 可以完全按照需要增加 为台湾岛上的目标安排几倍的覆盖量 都是可以的 解放军在沿海部署的191型箱式火箭炮 配备有300毫米370毫米两种火箭弹 他们都采取了模块化的装填模式 再次发射的准备时间大幅度缩短 其中370毫米的原火 最远可以打击370公里以外的目标 而台湾海峡的最窄处 仅仅只有131公里 如果191型箱式火箭炮 能够换装双连装的750毫米火箭弹 那么这款火箭弹的最大射程可是能够达到600公里的 而其价格却比弹道导弹便宜三分二 外国媒体将191元火 称为海海爆发军事冲突的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而将用于摧毁台湾西海岸的节点目标 高价值目标 灭目标和监顾目标 这里面包括反舰导弹阵地 防空导弹阵地 军港军营指挥中心 后勤补给中心 机场运输车队等等地面目标 对解放军陆军而言 不断增加远火的部署数量 就是对台独分子的强力威慑 台湾岛上的一切以武俱统的准备 都将因此而失去任何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